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情緒影響人的決定和行動 讓我們能夠管理我們的情緒 亦都幫助別人能夠管理他的情緒 這裡所說的是什麼呢 之前我們曾經說了一個A、B、C管理情緒的觀念 那裡就說到A就是發生的事 B就是信念 C就是一個後果 而那個後果呢 很多時候就主要說到情緒 或者是有其他的表現 那這裡就其實說出一些其他的表現 除了會影響人的情緒之外 就是我們有事發生 那個人的信念 影響他的情緒 也都影響他的決定 以及影響他的行動 就是整個人都影響的 那我就將這個觀念 應用在很多生活的情況 那這個是對於幫助人 信耶穌和幫助人的靈命都是很有幫助的 那這裡就大家看到的圖 就是上面就是從神得力 就變成了喜樂 平安 那他的決定 他的行動 就影響他 他就保守他的心 就算有人影響他 就有人傷害他 他就不受影響了 那他整個人是能夠有力量 和祝福別人 但是其他人呢 其實有時候 也有很多人向我們求助 那我們就發覺 他們很多時候被情緒影響 就不開心 那不開心就容易發露騷 他們說我經常都說那些問題 同樣的問題 然後放棄 這也是很多人的情況 那有時候有些人都問我 他們說 有些求助的人 經常都重重複說他的問題 說來說來都會說同樣的問題 怎樣處理呢 那我就鼓勵他們 把那個波交給那個人 就是說 那你有什麼可以做啊 那你有沒有試一下做啊 那你就不要只是依賴一個人輔導 那你曾經網上我都看過這樣的說話 他就說呢 任何的輔導員都不能夠幫助另一個人 除非這個人是會處理生命 就是他會有行動的 就是無論你多少輔導 但是他沒有行動 即是他永遠都不會得到幫助的 那所以呢 是很重要就是這個人會有 決定和有行動 但是這個什麼決定行動呢 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了 那為什麼人會裡面流出不同的東西呢 那主要因為這個經文所說的 路加六章四十五節一起讀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 因為人的心中充滿的東西呢 他就會走出來了 而很多人因為充滿了傷害啊 猛症啊 怒吵啊 激氣啊 不開心啊 那麼他裡面就發出很多不好的東西 但是一個善良的人 為什麼他就算受人影響 他都會盡快去處理呢 那那個分別其實 其實每個人都會受影響的 每一個人被人擊倒的時候 都會受影響的 不過問題他是一秒鐘啊 幾秒啊 幾分鐘啊 幾個小時啊 還是一輩子 就是有些人是一輩子都很不開心 還有一輩子都埋怨了 經常都說哎呀 我老公對我不好啊 哪個家人對我不好啊 他們都不要我啊 那就是他那個 他不知覺的決定 他不知覺的決定是什麼呢 他們這麼壞 我經常都要說他 這個是不知覺 他是做了一個選擇 一個選擇 可能決定這個字 有時候有人說 他不是決定 他是 他是 他不是不知覺地 選擇 那譬如有些人 會戒手 那你戒手都是拿這把刀的 那這個是一個選擇來的 那可能他說 我沒有真的去想清楚去做這件事 但他始終都是一個決定 就是一個選擇來的 那而我們每一個人呢 就是因為出自內心的生命呢 就會有不同的選擇 那我們自己都想一下自己 譬如我們受傷害的時候 我們有人擊傷我們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怎樣反應呢 我們會有什麼選擇呢 有什麼行動呢 那我們就留意一下自己了 好了 那首先說第一點 就是人正面或者負面的情緒 影響他的反應 就是說他 人的裡面 他的不開心或者開心或者平安 是影響他的反應的 那很多人是根據他的情緒做決定 或者做人 他任何東西都是的 那很多人呢 開心 上面的圖 開心 開心會做什麼呢 吃東西 開心吃東西 吃東西沒有問題 不過他每天都吃很多東西 那他開心 不過呢 每天吃很多東西有問題 有些人開心就去買東西 買很多東西 買到他的信用卡都用完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開心 他就去玩 開心 和朋友一起 就結交損友了 或者呢 很快就答應和別人結婚了 因為和別人一起開心 啊 好了好了 和別人結婚了 但是呢 沒有想到 其實這個是一個 一生的選擇來的 或者甚至有些人 和別人有性關係 就是 哇開心 什麼都不管了 那原來呢 人就是他的情緒 就影響他做的決定了 好了 好了 那 開心 是好的 那可能有些人說 那開心做的決定應該是對的 我想分清就是這樣的 開心不是一定做的決定是對的 因為他開心呢 即他開心就去吃東西 或者和別人有隨便的關係啊 就經常去玩啊 這些呢 不是代表是對的 即不一定是開心就是對的 應該說呢 是選擇跟從神 走神的路 活出神的恩典 跟從神的路 這個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不只是開心就是最好的決定 那當然我們應該開心 不過在主裡面開心 即是世人的開心 未必是能夠改變 祝福他生命的 好了 那有些人呢 我這裡所講就是 情緒影響人 即是開心都可以令到個人做錯決定的 好了 不開心煩惱呢 又會有他的問題的 就會 不開心一樣就會吃東西的 為什麼呢 吃東西會開心些 有些人就覺得 吃東西會開心些 所以他就猛地吃東西了 買東西呢 他不開心就猛地去買東西 不開心就辭職 哎呀 做得不開心我就辭職 就罵人 和人絕交 離家出走 很多人就戒手 因為他不開心 就離家出走 自殺 即是說原來一個人呢 他的情緒 無論是 如果不在耶穌裡面 無論他是開心不開心 都可以產生不同的後果 那就是在乎他怎樣處理的 那人通常來說 有什麼事發生呢 是通常有兩類的反應 其實呢 正面的反應一定是一個選擇來的 是一個刻意的選擇 正面的選擇一定是 其實是基督徒為主的 當然非基督徒都有些 他們會選擇 我都不是和他吵架了 不過他很多時候 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只是一種壓抑 壓抑他的不開心 那這裡講到正面反應 主要講到基督徒了 如果被冒犯也好 我就親近神 立刻耶穌說給力量我 幫助我處理 那這個是非常好的決定 求神保守他的心 由神起我連率 我就連率人而說人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我就選擇祝福人 被人影響 這就是一個正面的反應 不過可以說 基督徒中都不是那麼多 是這樣選擇的 很多時候就會怎樣呢 負面反應 就是情緒化 發生氣 發勞騷 或者是放棄 這個都是人會有的反應 來的 我們都留意一下分析 首先我們一會講的情況 就是大家可以分析 我們自己本身 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做些什麼行動呢 當任何事發生 人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和解釋 他會有不同的那種感覺 譬如他開心不開心 激氣、怒吵 都有這些感受 和他有他的解釋 當他有正面的信念 和解釋的時候 什麼叫正面的信念 就是說 神愛我的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沒有人能夠害到我的 沒有人能夠搶了神的恩典 他就是正面的信念 和解釋 這些人是因為他有罪 所以他會傷害我 我不用在意的 不用放在心上的 這個解釋 就是一個正面的解釋 負面的解釋是什麼呢 哇 他真是壞了 他真是害我害得很慘 我要決定 要擊他 這個人真是壞了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負面的信念 這個負面的信念是什麼呢 他害我 我就要害他 他罵我 我要罵他 他對我不好 我要對他不好 這就是一個負面的信念 有正面的信念 和解釋的時候 就會怎樣 一個人就平安 有力量處理 就會選擇正面的處理 和靠耶穌得勝 活得開心和豐盛 這件事呢 可以說是 不是很多基督徒有做 而很多基督徒 都需要一段時間才去做的 如果我們學得成熟 就說 我盡快 在幾秒鐘就決定 為什麼需要幾秒鐘 因為那個人在罵你 在傷害你 在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那 人不能夠站在那裡定型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就是反應 為什麼呢 譬如他很生氣 他罵我們 我們沒有反應 定了型 他就說 為什麼你這樣說 沒有反應的 為什麼你不說話 你錯了你不知道 這樣 變成 迫令我們自己一定有個反應 可能那個反應 跟著就說 你罵我 你罵得對嗎 我不是這樣的 這個反應 就即時是一個 因為他負面的信念 所以這個正面的選擇 一定已經有心理準備 我自己時時都有這個心理準備 在任何情況 我見到一個不好的人 因為試過很多次 有些人不好的時候 的確我真的受過傷害很多 那我呢 現在的選擇是什麼呢 我知道 沒有人能夠拿走神的恩典 所以我的選擇就是 他不好也好 我即時在裡面 我立刻處理 我立刻說 咦 他有些問題 所以我就選擇 不給他影響 還有呢 我立刻會問神 神啊 我有什麼說話可以跟他說 什麼方法 他可以平靜 我說什麼說話 是會更加 就是 將個關係 不要搞得更加和 怎樣能夠處理這件事 我是會很快去處理這件事的 但這件事 是經過我 很長時間去 處理內心 我才做到這件事的 而我認識很多人 他們找我的時候 他們都是說到 他們經常都 右手邊 有負面的信念和解釋 他們就覺得 人很慘的 有些人就覺得 世人是很壞的 人每個人都不好的 沒有人愛我的 沒有人喜歡我的 我是沒有用的 那這些就是負面的信念 那他就會煩惱了 被影響了 他就跟著他的情緒行動了 他一生氣 他就走出去 或者他扮到門 那這些其實 他不出聲也好 這個已經是一個行動 他扮到門 已經是抗議 我對你抗議 你做得不對 那這個已經是一個 他的行動 那他裡面不開心 那他就跟著他的情緒做事 那就會做錯決定了 譬如有些人離家出走 有些人馬上說 我要和你離婚 就在那時候 吵架的時候 即時做一個決定 那或者呢 一世都是活得痛苦 和沒有果子的 那原來呢 每一個人發生一件事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和會有解釋 和會有行動 那這個呢 就在乎我們 當我們經歷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怎樣回應 怎樣學習 處理我們的生命 所以這次說這件事呢 首先我們自己學到 我們怎樣能夠有裡面那種 平穩安靜 人說什麼做什麼 不能夠拿走我的價值 那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起穿過這個說話好不好 人無論對我做什麼 講什麼說話 你說吧 都不能夠拿走我的價值 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沒有人能夠拿走我這個價值 我永遠都在耶穌裡面是寶貴的 這個信念呢 很多人來說是很難的 當一被人罵的時候 什麼都忘記了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些說話 我們之前曾經說過 就是這個ABC管理情緒的觀念 它主要是說 當有件事發生 引發事情A 然後B就是信念 C就是後果 就是情緒的後果 它意思就是 我改變我的信念 我就可以改變我的情緒 這個就是觀念 詩篇118篇第六節 有些人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就是有人傷害我的時候 A B 我相信神會幫我 所以我不怕 這個就是一個信念 這個觀念 我這次就加多了一些東西下去了 就是我們其實呢 是有一些的 即時的思想 和我們即時有的信念 是不是用得出來 有時用不出來 用得出來之後呢 我們會有個決定 會有個行動 那就是怎樣呢 有人傷害我 我即時相信神幫我 和我是寶貴 然後呢 我就有個決定了 我決定 即是在這個 我必不懼怕 這個會有這個情緒的反應 那但是呢 同時呢 我們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決定了 我決定不給它影響 我決定 我決定 不用和它鬥過 我決定 和它說一些柔和的說話 然後跟著我行動 我真的和它說 那這個呢 在這裏呢 就沒有說到的 這裏只是說到 轉你情緒的 就沒有說到 管理那個事情 就是說 我實際上 怎樣 即時做個決定 即時有行動 那有時有些人說 我當時都不懂得做什麼決定 被罵完已經 傻了 懵了 生氣了 都不懂得做什麼決定 那有時我們可以說一句話 我 我遲些 讓我平整一下 我遲些回應你 就是 讓它知道 在這裏 就不要一聲走出去 而是說 讓我安靜一下 我回應你 但是 讓我安靜一下 這句話的說話 方式也有不同 讓我安靜一下 好激氣 他就覺得 你真是罵他 但是你說 等一等一等 讓我安靜一下 我先回應你 如果你 不懂得回應 即時回應的話 好了 聖經人物 都有正面和負面的反應 約瑟 神在約瑟身上有奇妙的計劃 約瑟的反應 真是很奇妙 我們一起讀 創世紀39章2節 約瑟住在他主人 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華與他同在 他就百事順利 其實他被 他的歌出賣 去到埃及的地方 但是他有耶和華同在 即是他已經選擇 他的信念是什麼呢 神一定跟我一起 神一定祝福我 我家人出賣我不代表 我會失去這些一切恩典 我只要聽神話就可以了 於是他就選擇親近神 他真的非常之 成熟和有智慧 其實當時他應該是十幾歲的 但是他能夠這樣做 那未必他幾秒鐘處理到的 即是可能他被捉去埃及的途中 他在途中的時候 都在那裡掙扎一段時間 多久我不知道 因為聖經沒有講到 總之他在埃及人家中 他已經是有神的同在 即是說 應該是他未去到埃及人家 他已經是處理好了 即是說他去到埃及人家 他不在那裡 哎呀 我的歌真是壞了 哎呀 好生氣好生氣 生氣了大輪之後 才開始好起來 應該就不是了 而是他去到埃及人家裡 已經處理好了 這個就是他在心裡有個信念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 他就決定 我親近神 神必與我同在 神一定幫助我 就算我現在去到離鄉別井 那些話我又不懂得聽 埃及人的話我都不懂得聽 那這個就是 他因爲這樣 所以能夠神一大大使用他 那跟著呢 後來他的哥哥找回他 那他呢 其實他已經 一早認得他們 不過他們不認得他 後來他認回他們的時候 那他 後來他爸爸又死了 他接了他爸爸 和他的哥哥去到埃及 他爸爸死了 那他的哥哥就很害怕 就作個故事就說 爸爸臨死了就說 叫你要怎樣對我們好 好啊 那 有一時呢 他就很傷心 那他就跟他說 他說 從前你的意思 傷心就是他們會這麼害怕他 他說從前 我們一起讀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存許多人的聖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他能夠解話 就因爲他有個信念 信念就是什麼呢 就算你們害我 神的意思是好的 就是他當時沒有這個金句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他已經知道這件事 他已經知道神能夠在萬事中 能夠作供 叫他得益處 所以他就說神的意思是好的 要保存許多人的聖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所以他當時其實有機會報復 但他完全不去報復 就是他選擇去祝福他的哥哥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好了 但我們看到另一個例子 是一個非常之不成熟的例子 蘇羅被激怒 因爲那些婦女 因爲當大衛殺死哥利亞之後 婦女就唱歌了 其實那些婦女是很不智慧的 她就說蘇羅殺死千千 大衛殺死萬民 這個是比較 其實何必比較呢 不用比較的 人心中有素 大衛是好的 人知道不用唱出來的 不過他們就很興奮 而且他又沒有想到會影響蘇羅 蘇羅如果大方的話 他說我有個將領大衛這麼厲害 我真是開心 但蘇羅並不是這樣成熟 當他聽到的時候 他滲不起穴 這是情緒的反應 他的情緒是不開心 接著他有個信念 好 給大家想一下 他有什麼信念 立即拿個咪 有沒有人想說 他當時的信念是什麼 因爲那些婦女唱這首歌的時候 他有什麼信念 大家想不想到 誰想到的可以即時說出來 他認爲他是耶和華的仇高者 那時候 他應該的身份是比大衛尊貴的 那說下去 他是不是只是這樣想呢 所以他就慎不起穴呢 那他自己呢 那他自己呢 都是盜忌這個大衛的 覺得他甚至比武王還厲害 是的 這個部分 和之前你說的部分是有分別的 因爲你之前說他是受高者 那這個只是我是受高者 那我是尊貴的 那不代表他有盜忌 就是他有一個 裏面產生了一種的反應 就是他妒忌 很生氣 還有他的思想是什麼呢 他的思想就是 那些婦女做得不對 大衛也不對 大衛拿走我的榮耀 那他就有一個決定了 決定就是我要殺死大衛 我要生氣大衛 我不喜歡他 其實他不知覺的 其實很多人他會放棄自己 他是不知覺他自己做了一個決定 做了一個選擇 那他就很不喜歡了 那他將萬萬歸大衛 千千歸我 只剩下王位 沒有吸他了 那當蘇羅有這個情況的時候 他有沒有知覺這個是錯的呢 他沒有知覺 他繼續下去 一直持續 日日是這樣 那所以有機會他就想殺大衛 那這個就是他的決定 其實多次這樣殺大衛 其實真的 他應該 他心裡面要知道是錯的 還有大衛有兩次 當他追殺大衛的時候 大衛有兩次 第一次 不殺他的時候 他已經在那裡哭了 第二次又再追殺大衛 那就是說 其實他的良心已經麻木了 已經沒有了聖靈的感動 是因為他拒絕了神 那他不自覺地拒絕了神 其實有時候我認識一些人 甚至一些基督徒 他都是因為一些不開心的事 他就在裡面做了一些決定 和一些信念 就是說 那些人不好的 人對我不好的 我是很慘的 我是受害者的 我心裡面很憤憤不平 於是他們就有這個行動 就是放棄自己 或者生氣人 或者生氣教會 生氣神 人也會有的 就是因為他自己 他想不通這些事情 他沒有用聖經的觀念 他就在心裡面一直生氣神 另外一個人物就是大衛 他也是做了一些好的決定 我們一起讀 詩篇六十三篇第一節 這個是大衛在猶大抗疫的時候 作了者詩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徹徹地尋求你 在乾旱啤佛無水之地 我喝上你 我的心徹無你 在這裏很清楚說 是大衛在猶大抗疫的時候 作這首詩 其實那個時間 是不是蘇羅追殺他 還是後來他的兒子 阿沙龍追殺他的時候 應該機會比較大 是蘇羅的時候 他說 你是我的神 我要徹徹尋求你 在乾旱啤佛無水之地 一個乾旱的地方 我喝上你 我心徹無你 在這裏的時候 他是被迫害的 兩次都是他被迫害的 很多人被迫害 他會怎樣呢 他心裏就 阿神都不幫我 為什麼這麼慘的事 在我身上發生 真是很不公平 真是很慘 怎麼辦怎麼辦 很多人就會很害怕 會有這些情緒反應 當那些人在那些情緒反應 他的決定是做什麼呢 他就會做一些瘋狂的事 做一些離譜的事出來 但是大衛就不是 他就選擇 他就切切尋求神 很多人就未必這樣做 因為很多人未必覺得 尋求神是一件得力的事 我聽過很多人說的 他不開心做什麼 睡覺 看電影 去找人聊天 有很多人是不會說 我不開心的時候 我就祈禱 所以大衛就切切尋求神 這就是他做了一個 他可能知覺或者不知覺的決定 我就在那個時候 我立刻尋求神 神就祝福他 我們都看到 其實每一個人的行動 在聖經上面 有很多人物的行動 都是因為他 在裡面有一個回應 譬如很簡單 蘇羅 新約的蘇羅 他見到耶穌之後 他心裏就有一個改變 他的信念就是 原來耶穌是神 我要聽從耶穌 我要服侍耶穌 在他內心裡面 就有這種信念 當他有這個信念的時候 他接著就親近神 他接受阿拉尼亞 為祂按手 他的眼睛就開了 他就給神用 他就有這個信念 然後他有這個選擇 有這個行動 原來這個過程 我們要留意 我們自己 在受情緒影響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信念 我們有什麼決定 或者選擇 有什麼行動 這個就會影響 我們一生的 好了 我們現在以下 就講到人在不同的情況 可以有的反應了 首先這裡解釋一下感受 和情緒的分別 這個是有人所說的 他的看法 情緒包括什麼呢 情緒包括感受 感受就是 開心 憂愁 憤怒 我們以前說過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s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呢 開心 glad sad 憂愁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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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不開心的時候 他的手會冰冷 很緊張 或者有時候發熱 很激動 發熱 或者很累 又是評價 他會有一個 評價當時發生的事 對當時的事 和自己感受的評價 當時發生的事 他可能說 那些人真是壞了 那些人害我 個個都針對我 我是沒有用的 這些就是他的評價 和自己的感受 譬如說 我生氣是對的 我這樣罵他是對的 我不開心是對的 這樣的感受 他評價自己的感受 然後跟著有個行動 正面就會有平安 積極 即是說 他有平安從神 要平安 他積極去處理 好了 情緒帶來負面的行動 就是 皺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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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說 都不是故意的 不過他不自覺地 就皺眉頭 很生氣 他批判別人 人家真是壞了 又批判自己 退縮 放棄 或者離婚 在那時候有些人就會離婚 這些是 不同的反應 我們 情緒包括這幾樣東西 就是有感受 身體的感受 身體的 心靈的感受 身體的感受 身體的感受 我們的評價 還有帶來的行動 包括 我們的決定 和我們的行動 其實呢 對不起 情緒 只是說一二三 後面那個行動 就不是情緒的部分 就是一二三 就是那個情緒 我曾經有《德性五號曲》 《輕鬆德性五號曲》 《輕鬆德性五號曲》 裡面有多次提及的 就是首先留意自己 被人影響 或者有人罵我 心信有破壞性 第三 《聖經觀念》 吩咐我做什麼 我應該怎樣做 第四 祈禱求神赦臉 和給我力量 第五 我選擇不介意 這個 當我肯這樣做 即是說 我選擇 我留意到我不開心了 我留意到被影響 我就選擇處理生命 我就選擇祈禱 我跟從聖經的方法 我去處理 好了 這裡講一些 我們會面對的一些情況 一個很普通的情況 見到好吃的東西 這個是非常好的事 不過都有不同的反應 感受 有些人會開心 有些人會失控 有些人見到好吃的東西 會失控 身體感受 即身體就會看著食物 眼睛會看著 口水自己會流出來 你看那些狗 很自然 那些狗 一見到食物想吃 舌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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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也是 接著有口水 舌頭舌頭 都會移動 綠色正面的評價 哇 神做的食物真是好吃 有些人就說 我吃東西就幫我的情緒 這個其實是一個負面的東西 為什麼呢 我不開心我吃東西就開心了 為什麼這個可以成為一個依賴性 有很多人就這樣 我不開心吃雪糕 有些人真的這樣覺得 我不開心我吃雪糕我就會開心些 所以他就天天吃雪糕 又是吃雪糕的時候的後果 就變了很多問題了 那麼行動呢 基督徒一邊吃一邊感謝神 又吃健康的食物 基督徒正面的行動 但是那個不好的行動呢 負面的行動就是 不開心就吃東西了 一不開心就找東西吃了 有些人呢 他家裡放很多那些小食 一袋袋啊 或者雪櫃裡面的東西 一袋袋的 吃那些 chips啊 薯片啊 有些薯片呢 是做得很香口的 很脆的 你們不要去試 因為你試一塊 你是會一整盒吃光的 我試過吃那些 哇 真是很脆 有些東西吃真的很好吃的 那麼呢 當他這樣吃的時候 他不開心就吃了 因為他想回吃東西的時候他很開心 他每天都會這樣吃 那麼可能的後果呢 這個基督徒 即是一個好基督徒 他感謝神 又吃健康食物 他吃東西的時候就欣賞神 但是呢 那個不健康呢 就會沉迷吃東西了 就會肥了 有糖尿病 就不喜歡自己了 有糖尿病 是會不喜歡自己 覺得自己很沒用 又會變得懶惰 一個人肥了 是不喜歡動的 重了是不喜歡動的 所以呢 越吃得多的人 越吃得多的人 是不喜歡動的 那麼這個 就很簡單 原來見到好吃的東西 都可以有正面 和負面的反應 那麼我們留意到 我們就知道 原來人真的有 可以有不同的反應 那麼這一件事 當我們明白這些過程 我們可以幫自己和幫別人 就是為什麼我會發怒 為什麼別人說這些話 我會發怒 為什麼我會憂愁 為什麼我會不開心 都是看回我們 看回我們個人 有什麼發生的 好了 有些人聽到 有人說 我愛你 這些呢 我們網上都見到 八十幾歲的老婆婆 有人說 我真的很愛你啊 我見到你呢 我真的終於到發燒了 哇 八十幾歲的老婆婆 都完全 項服 然後把她的錢 全部給了這個人 真是很難以相信 在網上都有新聞這樣說的 好了 她感受就是 歡喜若狂 很開心 身體感受熱血沸騰 好了 評價 一個健康的評價 這個是否神魂我預備 可以是的 有個人說 我很愛你 或者是呢 或者是 可能是 但是那個人 另一個人 就不是 她的想法 那些負面想法就是 因為她真的沒有什麼人喜歡她 現在有人喜歡她 她肯定 這個一定是 她是心上人 這個肯定是 最好的一個 我真的認識過不同的人 有一個呢 我也認識她的 不過我不是這麼多機會和她聊天 是她妹妹和我聊天 她說她去旅行 有一個導遊 她就很信任這個導遊 這個導遊繼續和她溝通 然後呢 跟著又哄她哄她 她給了幾十萬給她 還會繼續信任她 哇這個她真的覺得 哇這個是我的解救 即是我的解救 她覺得現在我有男朋友了 那真的 她完全相信這個人 就是她的罪 即是她的心上人 那些行動 如果誠數行動 我會分辨這個人 是不是神預備的 不是 我祈禱求神 幫我分辨 還有呢 去找教目 找一些誠數基督徒一起祈禱 有些人就覺得 這些事是私隱來的 不應該找教目 但其實這件事是影響一生的 其實呢 我們應該有這個觀念 我們做一些大的決定的時候 當中 可能你們的決定 未必現在是結婚 你們的決定可能是 譬如說 你開一個事業 或者是 你家庭有些的轉變 或者 有些重要的改變 我們不是說 你一定要找教目去談 但是呢 有些事情 有些決定 到底是不是 出於理智的 或者是神的心意呢 我們都可以找人 和找教目去談 尤其是說到婚姻 有些重大的決定的時候 你不要想 教目當然是難了 不是一定的 我們只是想尋求神的心意 譬如有些人說 很簡單 現在有些人想移民 他出於心 就是神帶領他去移民 是沒有錯的 但有些人呢 他可能移民了 他去到那裡又不開心 他也沒有出路 他去到那裡是為了什麼呢 到底在那裡的生命 會變得更加有問題呢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他面對的問題 那有些人都應該 是有人去跟他談 給他了解 去到外國的時候 可以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人跟他談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去告訴他 不要去 或者去 而是去幫他分辨這件事 都討告尋求 那些人都沒有了 OK 那這個行動 就是他分辨這個人 是不是神以備 而一個負面的反應 就是沉迷對方 哇 見到他說的話 就信了 願意為對方做任何事情 他叫他做什麼都制 不計較他的動機 或者問題 明明知道他有些問題 都是照做 那些行動明明是錯的 他平時都知道的 但是那時候 因為他 他 他真是戀愛 對方就不是戀愛 對方是利用 他真是戀愛 他的戀愛的時候 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那可能後果 如果正面的 這個人就是找到神預備的人 那當然這個過程 應該一定是找教務 去一起 去討告尋求和輔導 到底這個人是不是神預備的 而是 不好的 被人騙財騙色 做未婚媽媽 心靈痛苦 前途盡毀 那這些都是一些 可能發生的事來的 所以任何的事 大事 小事發生都好 我們都需要去了解 哇 原來我們可以有不同的反應 好了 有些人就是從電影 遊戲機 上網 吃煙 喝酒 得到滿足 那就 感受了 當他做這些時候 可能開心 滿足 興奮 身體感受 我們都留意身體感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身體感受 告訴我們有些內心的感受 有時我們沒有留意到 譬如被人罵 哇 即是廣東話的一句 火都滾了 裡面真的有些火 你發覺自己有火 裡面肯定有情緒的反應 你發覺自己裡面有火 很生氣 這裡也說不做不舒服 就是說他一定要玩 譬如打機 一定要打 不打就不行了 即是有些人 有些小朋友也是的 家人不讓他打 他發光爛 是很離譜的反應都有的 好了 那麼 評價 這個是成熟的評價 上網都可以有用的 平時都說 上網有時都會浪費時間 他會有一個正面的評價 那麼 負面的評價 這個是我人生的滿足 我人生得到我最歡喜的事 很多人為什麼 他會 他會玩這些遊戲 是完全失控 又不讀書 又不做工呢 他就依賴他父母養他 他就覺得 總之我就去玩 我人生就滿足 他沒有想到 我將來做過什麼人 那麼 行動呢 正面的行動 就會分辨 是什麼應該做的 什麼不應該做的 應該怎樣管理自己 但是不好的 反而就是失控這樣做 那麼可能的後果呢 這個正面的後果呢 就是善用上網來學習 和發揮生命 我都鼓勵大家 用上網來作見證 傳呼音 建立人的靈命 有機會在網上 認識一些人 去建立他的靈命 而不是做一些不好的事 好了 那些不好的反應就是 上癮 失控 破壞工作家庭 不能討臣的喜悅 也有很多人 就是因為看電影 因為上網 就完全失控的 好了 這個是常常有的情況 就是被人傷害了 感受 我們一定會有感受的 就是被人罵 是不會有人馬上開心的 自然反應一定是覺得 委屈啊 憤怒啊 受傷害啊 那身體反應 熱血沸騰 肌肉緊張 那評價呢 那這個人 成熟的 他開始反思了 我不需要介意人的問題 這個人是以前受了傷害的 所以他會傷害我 那這個是一個很成熟的評價 他知道這個人有問題 所以他就不介意了 好了 這個不好的評價是什麼呢 對方是很差 自己的受害者 他現在害我 我覺得很慘很慘 那這個就是那個 當然人有一個評價 他就會自然就會 就是有那個反應的 那我們時時都留意自己的評價 我們自己有件事發生 被人罵的時候 立刻會有一個信念走出來的 他的信念可能說 他真是壞了 他真是 壞到沒有人有的 這個人真是 我很生氣他 這個人真是 令到我 人生很慘很慘 那這些就是他的信念 我們留意 我們自己有的信念 又是行動 這個成熟的行動 就是不被影響 找方法幫對方 反而 不被影響 反而很平靜的 怎樣方法去幫對方 那不好的反應呢 就是反覆思想對方的不是 這個很多人都做的 就是這樣 走走走走走 我都見過很多人 經常都說 他很壞 他這樣說我 說我蠢 說我沒用 又不跟我說話 他真的 每天都是這樣 走走走走走 說來講去都說同樣的事 有時候 有些人都找我們幫助 都是這樣的 走走走走走 每次都說同樣的事 那我就一定會跟他講 好了 那你想不想脫離這個情況 你覺得這個人有沒有影響你 那你覺得有什麼可以做 你想不想能夠做人輕鬆 那一定會把球交給他 就不是永遠都聽他一路 重重覆覆的說 那有些人都跟我說 他說 他經常都開電話 隨時隨地 那些人可以找他 隨時隨地可以向他 嘔嘔去投訴 其實這不是一個智慧的方法 那些人就很喜歡找你 他會不斷投訴 但對於他並沒有幫助 就是我們需要學習 把球交給對方 那這個負面的反應就是 反覆思想對方不好 在憤怒之中 很生氣 不理對方 罵對方 和對方對立報復 這些負面的反應 那可能後果是什麼呢 那個成熟的就是正面影響人 即是說 雖然對方傷害我 但我始終找方法 我怎樣對他更加好 那不好的後果就是 整天都受煩 人際關係破裂 對自己沒有信心 做什麼都怕人 整天都怕人傷害他 整天都怕人對他不好 那這個就是一輩子人都沒有信心 事情不順利也會影響我們 那些感受 譬如很簡單 你領敬拜 哇 槍都錯了 直接停了 假設一下 譬如說 我彈琴彈一下 忽然間 彈了錯了 或者是彈了定了 那一定當時當然是有點緊張 沒有人會說沒有反應的 或者是做一件事 譬如你修理一件事 為什麼修理完 一刻燒了 車腳都壞了 那當然是 哇 為什麼會做錯 這樣 一定有這個反應的 每人都會有的 有灰心啊 激動啊 沒有動力啊 身體覺得累了 沒有力了 想睡覺了 那評價呢 即是乘數評價 現在有個問題 我需要找問題的源頭 我可以找方法如何進步 我可以處理的 即是正面的評價 我可以處理到的 那負面的評價就是 哎呀 做人真是難啊 還是做得不好 神都不愛我 神都不幫我 神你去了哪裡啊 有些人很喜歡祈禱 神你去了哪裡啊 為什麼你不幫我啊 這個就是 他已經有個信念了 信念就是神 有困難 即是代表神不幫 這個就是他的信念 那行動呢 這個我沒有轉到綠色 尋求改善就是正面的 那麼他呢就會找方法去改善 但是那個反面的不好的反應呢 就是他會放棄啦 對自己失望啦 哎呀 我做事做不到啦 所以很萎縮 有些人不敢再做事了 可能後果 那麼這個正面的後果呢 就是不被失敗影響 找到進步的方法 越來越進步啊 越來越成熟啊 但是那個不好的反應呢 就是說 什麼都失敗 放棄生命 那有些人真的什麼都失敗 人際關係失敗 睡覺失敗 健康失敗 造工失敗 同神關係失敗 是每一件事都失敗 其實是很淒涼的 其實是很慘的 就是因為他每一件事都由得影響他 其實很多人就是什麼呢 是容許他的情緒做決定 那這一點很重要 那我想大家跟著我一起說 我不要讓我的情緒幫我做決定 我讓神帶我做決定 那很多人就是情緒幫他做決定 我不開心我就要 我就要罵人 我就要睡覺 我就要不理人 我要憎恨人 那這個就是他的一個情緒帶來的決定 好 事情不順利 事情順利都可以有正面和反面的反應 任何事 好的事 不好的事都可以帶來好和不好的反應 事情順利 哇 譬如這裡賺了很多錢 或者總之做事很成功 感受開心 興奮 可以有驕傲的感覺 身體感受 覺得舒服 激動 好 評價 神幫我 我又跟從神 我又靠主進步 這是正面的 多謝耶穌 不是榮耀歸自己 是神的 神是幫我 但我也有努力 我欣賞自己 我有努力 神又欣賞我 神又幫我 好了 評價這個負面 我自己很厲害 厲害 所有人 我比人力都更加強 這就是一個不好的評價 一個驕傲的評價 那行動呢 這個成熟的就會繼續進步 亦都幫助有困難的人 但那個負面的就是 輕看人 貶低人 言語驕傲 你過了做不到 是我才做到的 有時候有些人說話都是這樣的 過了做不到 是我才行的 那這個就是 一個驕傲的行為 那後果是什麼呢 正面的 他會帶動人 都成功了 他成功 別人就成功 但是呢 負面的反應就是什麼呢 別人反感自己驕傲 那些人就說 你整天都這麼沙塵的 那人家就排斥他了 那原來事情順利 可以令到人更加 他生命可以變得好 亦都可以變得不好的 好了 有時候人家教我們 譬如我們在群體中 有時候我們都會有人輔導你 和你聊天 幫助你 那應該是好的 但是有些人不喜歡聽的 那不喜歡聽 不喜歡被改變的 那我們都留意一下 有人教我們的時候 感受 有些人會開心 你肯幫我嗎 肯教我嗎 我很開心 那這個就是開心 但是有人不開心 那你即是說我錯了 即是說我不會 有些人是會不開心的 有時候有些人呢 我跟他講到 你試試處理你的情緒 有些人就說 我現在不想想 再見 真的有些人 他講他的問題 他就沒有問題 我一邊聽一邊聽 沒有問題 好了 那我聽完了 那我們試試想想 怎樣處理好嗎 那他就不喜歡 那他就修善了 這個是我見到的情況 就是他不喜歡 有人告訴他做些什麼 身體感受 正面的 有人教我很開心 很舒暢 但是那個不好的反應 就是不舒暢了 因為人家教我 即是說我錯了 評價了 神使用他幫我 感謝神 但是不好的就是 人家只是想教自己 我自己也不是那麼差 是他以為我差 他以為我有問題 其實我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負面的評價 那行動呢 有人教我 我珍惜 這個好老師來的 我珍惜他 我主動學習 但是這個負面 就是沒有心聽 沒有心機聽 有些人聽到 很快就睡覺了 因為他沒有心機聽教導 還有抗拒 抗拒教導 那可能的後果是什麼呢 那個正面的就是進步 負面的就是固執不能夠掌進 這個都是我們在幫人的時候 發覺有些人不同的反應 有時候我們會幫人 譬如教兒子 幫不同的人 他不聽話 不聽話的反應 我們感覺就是很生氣 不舒暢 身體的感受 會覺得 立即身體都不舒服了 評價 這個正面的 他有問題 我可以找方法幫他 我怎樣有耐性幫他 有愛心幫他 接立一下他 欣賞一下他 這個是正面的評價 負面 他不想改善 他沒有用 我不需要再幫他 幫他都沒有用 這個兒子就放棄了 不要他 或者這個配偶 我不要他 他經常都不改 我不喜歡他 行動 那就會正面的 找方法去接立幫他 負面的就是對他放棄 排斥他 不想再幫其他人 甚麼都不想幫了 甚麼人都不想幫 對人失望 可能後果就是一個 跟著他就會 能夠幫助人 更加進步 但負面的就是放棄幫助人 不再肯幫人 我們講到這個 在我們這裏中間 幫人靈命的時候 但對方不肯改變 經歷困難 他不肯接受幫助 他的靈命不肯成熟 那譬如說 幫那個人 怎麽知道他說 我不想再談這些事了 我不想聽耶穌的事 我不想講耶穌了 那我們都會即時有不舒暢的 會有困難 為何他會這樣啊 或者氣餒 都沒有用的 我記得那時候 在我們以前的教會 我跟那些人說 我們歡迎那些人 有一個教友 亦都去執事 他說什麽呢 沒有用的 歡迎人 他們是不喜歡的 不要那麽熱情 因爲他本身 他是這樣的人 所以他覺得呢 歡迎人 有些人是不喜歡的 所以不要去和別人聊天 就這樣說兩三句就好了 好談就談 不要談就不要關心 就是不要特地和別人聊天 他的觀念是這樣 那我就說 我們當然都看一下他的反應 但是呢 是有很多人喜歡關心 我們是關心的時候 其實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些人他就覺得 我試過做過失敗 所以我不肯再做的了 好了 身體感受 當人幫人靈命幫不到的時候 都總是有些不舒服啊 佛力啊這樣的感覺 評價了 正面的 我可以鼓勵自己 我可以告訴自己 我做的是神喜歡的事 我幫他神喜歡的 我可以開心 讚美神 我可以欣賞自己的 神又開心 我會幫人的 人改變是不容易的 他很難改變 我需要學習怎樣幫人的 那這個就是正面了 那負面呢 幫人太難 都沒有用的 我不再做了 不想做了 行動了 正面的行動 我鼓勵自己 找方法去幫他了 但是呢 負面的行動 我不想幫人 沒有心事奉了 不要找我啊 可能後果 那這個正面呢 就學習到 怎樣更加有效幫人了 他就更加有效 去幫人的靈命 但是那個呢 另一個呢 就不肯 事奉 那我們就看到 原來人可以不同反應 最後我們講到這個 覺得沒有動力 沒有能力 有時候人都會這樣 累的感覺 我自己呢 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前 是有多次這種感覺 現在是很少 很少 很少 不過內中有時候 都會有一些的感覺 一些的感覺 那我都需要處理的 那呢 就感受心靈疲倦 灰心的心靈 然後呢 身體就覺得無力 不舒暢啦 好了 評價 我需要找出我無力的原因 我需要找神和人幫我 那為什麼找人呢 找人的意思是 找成熟的基督徒 他會給我鼓勵的 一起祈禱 一起關心我 或者給一些提示我 可以輔導我 那這個呢 就是為什麼要找人呢 因為神都可以用人的 那我就需要找神 或者人去幫我 那 那負面的評價就是什麼 祈禱也沒有用 祈禱也沒有用 祈禱也沒有用力的 祈禱也沒有用力的 祈禱也沒有幫我 很多人說的 我要醫好 祈禱也不醫好 我要開心也不開心 那祈禱有什麼用呢 他只是想到 祈禱即時解決他的問題 他沒有想到 其實這個是需要學習 怎樣處理生命 還有很多人的祈禱 只是求 只是求神幫我 幫我解決問題 他沒有解決的時候 他覺得神沒有聽他了 還有他還會評價 別人也不開心 我沒有人幫我的 這樣 那行動呢 正面行動就會尋找 問題的所在 從神和人得力 我怎樣從神得力 我自己就是了 當我一點點覺得灰心 一點點沒有力量的時候 我立刻祈禱 謝謝耶穌 哈利路亞 讚美天父 即時叫自己有力量 而那個負面的反應就是 放棄找神和人幫助 不回教會 真的有些基督是這樣的 我試過了 沒有用的 祈禱沒有力的 那些人又不肯幫我 祈禱來多餘的 回教會的人都不關心我 沒有人跟我聊天的 我不想回教會了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這樣 可能後果呢 正面的就更加有力量 因為經歷過困難 力量更加穩定 但有些人的後果是疏遠神的 那麼我們同時呢 我們的選擇行動呢 都是多些 我們先講到很多人的問題 我們選擇行動呢 希望是多些講恩典的話 神很愛你 神看重你的 也都對自己講恩典的話 這個就幫我們 有一個正面的行動了 神幫我的 神愛我的 神欣賞我的 我可以開心快活的 還有呢 叫他做什麼 永遠都是用一個 溫和的方法 講律法的說話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啊 我們怎樣可以處理的問題啊 教導的時候 都是用一個溫和的方法 我們溝通是不是這樣會好些啊 我們不如 我們試一下聆聽 對方回應 對方好不好啊 即是用引導的方法呢 是跟人溝通更加好 就能夠處理以上所講的問題 我以上講了這麽多樣東西的 即是說可能發生的事 那一會兒在分組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選擇這些 或者其他你面對的問題 或者有些人面對的問題 來引導他 幫他處理 怎樣去幫一個人處理 那福音聖查經呢 怎樣用呢 就是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 就罰出善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 發出惡來 當人的生命 下面那裏 你覺得很多人口中所出的話 是良善或者是傷害人呢 爲什麽是這樣呢 爲什麽他們心中充滿這麽多東西呢 譬如有些人說 哎呀 整人被人罵 很傷心啊 那你就給他看了 聖經講到就是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 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 發出惡來 這個是今次的主要經文 那你覺得 爲什麽人心裡有這麽多不好的說話 有什麽原因呢 爲什麽他會這樣傷害你呢 因爲他裏面 就是希望他看到人就是有罪 所以會有這個問題 那人心心裡充滿罪的時候 會怎樣影響人際關係呢 它就會影響人際關係 影響你和你的關係 那你周圍的人 有沒有對你說負面的說話呢 你的內心有什麽感受 然後你會有什麽想法 你又會怎麽回應呢 因爲這只是想法 譬如有些人說 哎呀 整天都有人罵我 我不開心了 有些人不理我 我不開心了 他講這些負面的說話 你的內心有什麽感受 即是和他想回幾點 很激氣 發脾氣 那你身體會怎樣 很緊張 很猛烈 很熱 那你會怎麽想 他可能不認識的 可以引導他的 你怎麽想 他這麽壞 我不想和他聊天 他這麽壞 他這麽壞 他經常都害我 對我不好的 那他有這些想法 那你怎麽回應呢 譬如他說 我便罵他 我便不理他 結果是怎樣 即是幫他看得到 他過程 他有的感受 他有的 他那個身體反應 他有什麽想法 有什麽行動 那你想不想 不要被人和事情影響 第三 第四 就是你想 想不想學習 內心不被人影響呢 當人對你說傷害的說話的時候 你可以怎麽樣處理 就是怎樣 我們可以 先講到 就是我們改變我們的思維 也都改變我們的決定 和行動 就是 我知道他有問題 所以他會罵我 我不用介意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所以我可以 去為他祈禱 我可以幫助他 我可以想一下 怎樣幫助他 首先我自己不給他影響 我自己有平安 這些首先我們自己明白 所以一會兒可以 是你們幫其中一個組員 試一下應用在拆解的過程 到底那幾個步驟發生什麽事 首先有件事發生 有什麽心靈感受 有什麽身體感受 即是有什麽想法 或者信念 然後有什麽決定和行動 大家跟我講一次 心靈感受 心靈感受 身體感受 評價 決定 行動 好 那你想知道耶穌怎麽可以幫你 處理你的情緒和回應 即是說 我們以上所講的那麽多樣 都可以用來和人聊天 來帶個信耶穌 好了 建立靈命 基督徒都會被人影響 這個經文 當人對你說負面說話的時候 你會怎麽回應 有沒有影響人際關係 有沒有影響我們的見證 你想要學習處理自己的傷害 可以用以上的幾點來分析 那麽就 在這裏問 有人說傷害性的說話的時候 你內心有什麽感受 身體有什麽反應 有什麽想法 然後有什麽反應 有什麽行動 那麽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內心 那麽可以用德性五步曲來處理 那麽就可以用以上的十種情況之一 或者其他情況 說出這個情況 你會有什麽感受 身體反應 思想 和行動 這十點的 我們再說一次 第一 心靈感受 身體感受 評價 決定 行動 大家能否留意到自己每一件事都有這樣的程序 可以幫助自己 可以幫助別人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處理我們的內心世界 親愛天父 我們知道人真是很容易受人影響 很容易受環境影響 很容易受我們身體裏面不同的問題影響 我們人真是很軟弱 我們需要神幫助我 我們需要神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能夠被神使用祝福 求主師恩幫助我們處理我們的生命 靠耶穌得性有餘 並且使用這些方法去輔導人 去幫助人跟從耶穌 被耶穌大大的使用 求主使用我們 多謝天父 求主也幫助我們去反思 我們裏面有什麽被人影響 我們現在給大家一分鐘反思一下 有什麽是影響著我們 亦都可以想回那五個過程 有什麽影響我們 跟著我們講五件事有什麽發生 請問天父 求你幫助我們勇敢地面對我們面對的困難 亦都勇敢地分辨到我們內心世界發生的事 求主與我們同在 加力給我們 多謝天父 既然是靠岛 既然是靠岛 さ漏陰 既然是靠岛 勇敢地欸 是靠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